现在毕业季要到了 位在台北市的警察专科学校 他们也要举行毕业典礼 最近呢 警专有三名年轻的学妹 就是你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他们呢 为了要欢送学长姐 所以特地练习了 最近K-POP女团很红的舞蹈 而且呢 还在吃饭时间啊 先表演给他们的同学来抢先看 结果没有想到 这段影片获得了很大的回响 甚至呢 现在有很多县市的学长姐 就跳了出来 说希望啊 这些学妹呢 能够分发到他们的县市 这意外地变成了一起 抢人大战 另外来看香港四天王 刘德华出道四十多年 平常呢 以工作为重 很少谈到家庭 不过其实刘德华 他出生在农村大家庭 有三个姐姐 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 而最近呢 他的弟弟刘德社 就被发现了 他的外貌粗犷 而且满脸胡渣 但是身价上益 有不少网友看到照片之后呢 这两相对比之下 就大大惊呼说啊 长得跟刘德华 真的是判若两人 另外跟你聊 人类呢 可能不是唯一 会用名字来称呼彼此的哺乳动物 有一个新的研究就显示 野生的非洲象 他们就会用 类似于名字这样子的叫声 来呼喚特定的对象 而且呢 这篇研究发表 在最新一期的生态杂志 他们呢 使用了AI机器的学习模型 分析的时间 从1986到2022年 这一段期间 地点呢 在肯亚的安博赛利国家公园 他们前后呢 记录了这个母象呢 跟小象的叫声 一共469次 结果发现呢 这大象的咕咚啊 真的会因为对象不同而不同 甚至呢 这母象更频繁的 会使用名字来呼唤小象